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风水学 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 来生活室给我领导 加持 加持之后 回去一段时间身体也好好了 再过两个月他又来了 他说似乎你帮我加持之后 回去这段时间都很顺 再没有痔瘡了 奇怪 这几天痔瘡又开始流血 做也做不稳 不知道怎么办 这段时间才好 我就跟他用 一谱卦 那谱卦呢在二窑 他说似乎你帮我加持之后 那我说你帮我加持之后 我说你帮我加持之后 我说你帮我加持之后 他没有啊 你回去看 我说几楼他八楼 啊七楼 啊下面七楼的位置坐的地方 是不是坐到人家的照位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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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生痔瘡 他就回去了 他就回去了 我帮他加持了 回去了 到七楼 去查一下 才发现 他的座位的下面 是人家厨房的照位啊 所以我说你若是遇到的话 你要把办公桌移开 山不转要路转 路不转要人转 这样你才会平安 不然你吃再多的药 也没有效 中医西医都没有效 这已经换了 风水学的大忌了啦 所以回去就把他移开了 把办公桌移开 一天一天的过去好了 再过一年他又到新博士来了 他输啊 上次回去以后 完全好了 很感恩老祖 很感恩老祖 要牢牢记住 风水学的奥秘啊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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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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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